好,有个朋友就问1299友邦 国际金融股,大家最近都拔切留意的 他说现在进入是否靠迟?EC来的 利新,我昨天卖了一些好创的 我卖断炒的友邦 因为我觉得会不会加息到受惠呢? 还有我想他自己也有个买回的 你见到友邦,他之前业绩说了 说100亿美元会购三年 你见到前日开始做,昨天也有做的 似乎他都肯在这些水平做 我都觉得是一个利好的讯号 第二样东西,他的业绩不差,真的做得好 而业绩好,也都见到股价在今次的大跌市 跟汇峰一样的,他都没有特别穿到底 我觉得这个形态都是做得不差的 所以我觉得,如你说真的去博 短炒我就自己因为买卵证了 我就立刻博入场,博他再走 所以我自己设置指示价也设置得近一点的 可能你说79,80,79 我想设置79会好一些的 如果你说,喂,我想中长线持有的 这些位置我觉得你可以先等等 反过来,你看会有没有机会 回到80元以下,70多又有些位置去买 还有可以,都是的,望实那个buyback的动作 有没有继续做,或者对于股价有没有一个正面的作用 2 5 3 2 2 3 2 2 3 4 4